近日蒙特里公元市市议员林达坚 在蒙市举办感恩晚宴 前加州众议员吴国庆 蒙市市议员陈赞新 蒙市前市议员刘达强、黄维刚 以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侨团社团代表等300多人 出席了感恩参会 今天很荣幸在蒙市的京都大酒楼 举办我们Thanksgiving Dinner Thanksgiving Dinner就是要感恩所有的 支持我的好朋友 多年来对我的支持 并且在今天的感恩晚宴上面 我有一个发言 还有一个宣布 所以一个叫做一个Statement 到时候请我们的媒体朋友 给我们宣传一下 林达坚表示 能有机会为社区服务和贡献自己的力量 是我的荣幸 很幸运有机会回馈我们的城市 希望能让人们更好的生活、工作和娱乐 他还表示 将不再谋求蒙特利公园市市议会的工作 将尝试以事业者、各种民间组织、城市专员等 多种身份为社区服务 作为一名市民公仆 只是为了让社区变得更好 最后 林达坚感谢市议会的同事们 感谢家人的支持和友情 感谢各界的帮助 今后 还将为强大的地方经济 安全的街道 美好的社区环境 做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